好 接下来我们来讨论一下 这个是艺人黄子娇再度爆发的丑闻 因为这回是有名自称是她学妹的K小姐 控诉自己在17岁的时候 遭到黄子娇怂恿拍了裸照 而且还遭到侵害得逞 K小姐有说 她觉得最大的解药应该是黄先生一句认错 还有诚心的悔改道歉吧 但是事发至此 迟迟都没有等到黄子娇的道歉 因此表示将会喊黄子娇在法院界 好 当然现在各界已经痛骂了 如果真的属实的话 简直就是人神共愤 我们来看到这个是王世坚 他有说真的是十二不设人神共愤 将会提案修正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 如果以对价关系取得儿少性影像者 那么会处以三年以上跟五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让他们一定得被关 好 另外呢 我们来看到卫福部次长李立芬 他的回应是去年修法已经加重相关刑责了 如果立委现在打算要再提修法的话 那么可以再演绎 后续所引发的效应呢 继续来看到这个是立芯基金会有说 检方对此类案件应对行为人进行刑事追溯 表现国家对于儿少性剥削 采取零容忍还有不宽容的态度 好 另外呢 针对了黄子娇本身呢 包含这个世新大学也已经有发布了声明说 经过紧急的会议决议通过 要把黄子娇从第五届的杰出校友当中除名 另外由于呢 黄子娇在之前也有跟很多个公益团体合作 现在呢也已经被删除合作影片了 包含董事基金会的心理卫生中心的影片 还有台湾的世界展望会红包传案活动 儿福联盟的橘丝带儿宝运动 天使新家族基金会的心心相连 让爱绽放公益影片等等 现在呢 黄子娇帮这些公益团体所拍的影片都已经被删除了 另外呢 就是台北市议员也有特别提出质疑 现在呢 经过他清查之后发现台北市政府的官网 目前还有62项跟黄子娇有关的活动代言资料 跟新闻报道等等 他认为呢 相关单位都应该尽速下架 避免外界误会说是否有支持涉案的艺人 好 官传局的回应说将会进行适度的处理 好 另外我们来看到呢 现在连数修法来护儿哨这个行动呢 有很多艺人还有知名人物都已经纷纷响应了 这个是贾永杰他的脸书截图 他有特别说 其实包含他还有陶金莹等人 透过脸书都发起了连数文章 公开向立法院提出了五大诉求 这回的发起人其实蛮多的 包含了小S六月小珍 佩珍 玉芳 还有陈文茜 蓝星梅 隋唐 李李仁等人 都是发起活动的发起人之一 我们来看到他们的诉求是什么 第一点希望各界能够一起鼓励督促立委 正式针对儿哨虐待性侵害 还有性剥削的修法加重刑罚 遏止犯罪 好第二点立法之外呢 也要编列预算 要求警政单位应该要建立 性侵害儿哨罪犯的资料库 然后把他们列入追踪名单当中 防止重复犯罪 第三点在监狱当中 对于儿哨犯罪行为者 在狱中必须要进行心理资商 或是精神资商辅导等等的课程 接下来还要参考其他国家 对儿哨性侵害剥削的法律 强制进行心理治疗 另外第五点 针对在社群媒体 传统媒体 还有广播电视散播 性侵儿哨影片者 要处以重发 好 贾永杰特别说了 如果这种事情是发生在国外 发生在美国 那么会被上铐带走 在狱中也会被特殊待遇 他说不是针对个人 但是认为这种事情是不容姑息的 好 小S则是提到 希望自己的力量 能够促进立法院修法 让台湾的儿哨环境更加安全 不过我们继续就要带大家来看到 好 这回呢 这个黄紫娇 他所购买的这个影片 是一处贩售偷拍影片的论坛 媒体也特别捕捉到了 现在呢 这个论坛依旧是持续的 营运当中 在昨天中午时分 上线的人数一度突破了500人 因此呢 现在也引发各界的炮轰 艺人黄紫娇 性丑闻连环爆 如今一名自称是 黄紫娇学妹的K小姐在爆料 自己在17岁时 黄紫娇邀请她担任模特儿 结果她在黄紫娇住处 被怂恿拍裸照 黄紫娇还趁机侵害她 立委说如果属实 那真的是人神共分 检方日前查出 黄紫娇在偷拍论坛 购买了七部未成年性爱片 最后被还起诉两年 致富公库120万元 携毁过书 起底偷拍论坛 创意私房 过去陈犯受多部偷拍 强拍性爱片 嫌犯不乏有两线两心的警察 老师甚至法官儿子 当大家骂爆黄紫娇 此时此刻 偷拍网站 却还在线上运作 从武上线人数 更达到了五百多人 汪友怒哄 大家骂爆黄紫娇 然后咧 然后还有人继续在偷拍 继续在卖违法影片 2021年就被北线查获 背后的大商房 有不肖的远景 有不肖的教室 为什么不去抓 这些人更可恶 那要下地狱 消灭那个不法市场 最大的手段 就是消灭那个网站 那请问你的数位部 政府的执法单位 在干什么 讽刺的是黄紫娇当红时 总统蔡英文 曾哀哄国家大事不表态 却有时间特别系卡片 祝贺黄紫娇生女儿 如今挺红的网红 焦坦哥还在带头 狂骂黄紫娇 而卫福部保护司 之前还找黄紫娇 拍片代言 现在说要切割 很两难 他说很两难 要你这位司长滚蛋 一点都不难 你保护司 在保护那些加害者 加害者是 社会的名流 是艺人可恶到极点 用禽兽的作为 还在那边代言什么 当黄紫娇成为众矢之地 投牌论坛 却继续贩售 未成年不雅骗 百姓想问 政府的责任又在哪里 记者杨洁 王志恒 SNG小组台北采访报道 好 依然黄紫娇 黄紫娇持有未成年的不雅影片 而且还被检方查出 是创意私房的高级会员 但是呢 获得了还起诉 蓝卫李燕秀就批评 检方是侵犯黄紫娇 是对被害人的二次伤害 并且呢 他也呼吁法务部 谨慎使用还起诉这个制度 好 但是呢 我们继续来看到 这个卫福部的保护司司长 日前被问到说 你未来会不会 还会跟黄紫娇合作呢 他第一时间回应是 很两难 结果此话一出 立刻引发外界的抨击 随后卫福部也表态 不会再跟黄紫娇合作了 接下来我们带您 快来听听看 卫福部次长王碧胜的回应 本部的立场就只有一个 也就是说对于这样子的 就是说这样的事件 我们要采取比较高的标准 那像跟这个有关的这个犯罪者 那我们是不会再跟他 不会再跟他做任何的合作 那他从前合作的相关的 这个相关的影片也好 或者是这个相关的文件 我们都会下架 目前是这样子 那这怎么还没下架 因为他那个创意处 有有有在在 我是说我们本部啦 卫福部跟他合作的部分 我们各属师 跟他曾经合作过的 我们都会下架 好不过我们呢 这一回这个是黄紫娇 被检方搜查的时候 持有未成年少女的不雅影片 结果立刻引发争议了 好就算呢 黄紫娇夫妇双双道歉 但是网友依旧是不买账 接着呢 刚刚也告诉过您了 又爆出有一位K小姐 指控未成年的时候 遭到黄紫娇性侵 好我们来看一下呢 这个是艺人小S 他也发声了 小S希望自己的力量 能够促进立法院修法 让台湾的儿少环境 更加的安全 他特别列出了五点 第一个是加重儿少刑罚 持续追踪儿少犯罪者 让儿少犯罪者进行心理资商 强制进行心理治疗 还有散播儿少性侵 影骗者重罚等等 同时呢 他也标记了不少演艺圈的好朋友 一起为儿少的安全发声 接下来呢 包含了陶晶莹 贾永杰 胡小珍 隋唐 蓝星梅 于美仁 林柏宏 李里仁 黄嘉谦等人 另外呢 运动员 戴姿 尹 全部都加入呼吁的行列 希望能给儿少 一个安全成长的环境 好不过接下来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到 所谓的这位K小姐 她指控 自己在未成年的时候 遭到黄紫娇性侵 现在整起事件持续的发酵 K小姐发布声明 点名黄紫娇 还有经纪人 陈孝志 把愿见 接下来呢 陈孝志也透过脸书 长文回应表示 只是代为转达 她特别提到了 既然警方要出手 那么就太好了 该告的告 该还人清白就去做 该道歉的 就道歉 好 刚才呢 她特别说了 K小姐的浅浅男友 还私讯她 自己只是代为转达 就像那位网红 帮K小姐转达一样 她特别说了 自己不认识K小姐 从来也没有指控什么 她说呢 我没有好认识的 也怕人认识 人家的家务事 哪是我这个外人 能够管的呢 太阳星全校 克肺有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 是睡眠品质 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 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 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 克肺有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 克肺有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 消化到机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时 克肺有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灵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 克肺有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肺有时刻美好 不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健康下单 谷野